各位台灣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斯坦! 現在呢,我們到了波蘭度假聖地 就是Sobot Sobot它就是三聯式的其中一個 因為你們知道,三聯式在波蘭北部就是Gdańsk Sobot跟Gdańsk,這三個城市而組成的 那Sobot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海邊 還有它的老街,它的老街叫做Bohaterov Monte Cassino 就是,很多人聽了應該覺得 嗯,這個是不是跟二戰有關係? 確實有 確實有 因為就是在那個時候 在意大利1944年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場戰 就是在 Monte Cassino這個地方 那在波蘭的Sobot有一條街 是最熱鬧的 在這裡可以看有很多商店啊,很多咖啡廳 很多不錯的,還蠻好吃的餐廳 那斯坦剛好在這裡也買了新的墨鏡 你們應該覺得,欸? 你是不是跟以前的墨鏡一樣? 是,但是我昨天把我的墨鏡不知道在哪裡搞丟了 那覺得也待了三年嘛 那可能時間也到了要換一下墨鏡 所以就今天在Sobot這裡 在 Monte Cassino街買了一個墨鏡 就是當個經驗品 那麼在Sobot 如果你們沒有很喜歡海邊的話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看的 像是這裡的天主教堂 聖喬治教堂是非常漂亮 是20世紀初建造的1901年 那它很特別的一個點子 就是它剛開始是一個基督教堂 那後來就是基督教會把它交給天主教會 它就變成天主教堂 那很多台灣人會覺得 很有趣的一個地方就是 哈哈屋 這個波羅人叫做Cribudomec 就是有一個歪掉的房子 它就是在2004年建造的 很有名的設計師 他們的名字會在這裡出現 建造的一個 算是很多觀光客喜歡的哈哈屋 那哈哈屋就是跟台灣人喜歡玩的那種哈哈鏡很像 就是因為它 尤其是它的窗戶是有點鏡面的 所以你可能走進去的時候會覺得 你的外型是不是有點變了 那哈哈屋 聖橋這教堂 跟Monte Casino這條街之外呢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看的呢? 我就很建議大家看Sopo的燈塔 那一天這樣子就過完了 就是看了那麼多地方 然後在海裡游泳了 因為這裡的水非常的非常的乾淨 上一次我們去Monte Casino的時候 我有誇獎就是那邊的水 但是我覺得Sopo的水是更好的 就是在這裡有一種也沒有那種夏威夷的風格 但是它是一種歐洲休閒度假村的一個感覺的一個城市 所以斯坦非常的建議各位台灣朋友們 一定要來Sopo一趟 各位台灣朋友們 我們現在在Sopo走到了YY屋 或者台灣人就是把它叫做哈哈屋 的一個很可愛的小房子 那大家覺得它什麼時候蓋的 然後怎麼看起來那麼特別 其實你們注意看 它的線條沒有一個是直線的 所以就是都是這樣子歪歪的 那很特別 好像全球也沒有第二個建築物是長這樣子的 那它是在2004年建造的 那說到裡面呢 現在裡面就是一個很大的娛樂中心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pasta coffee 然後那邊有一些夜店、酒吧 還有一個百貨公司、書店 就是該有的東西都有嘛 所以就是一個Sopo的一個可愛的小景點喔 那麼這個YY屋的設計師 就是有兩個人 一個是Jan Marcin Schanzer 另外一個就是 Perdalberg 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就是把它設計出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有一條直線的一個房子 也沒有一個很可愛的設計 好 好 謝謝 現在我後面呢,就是國家藝術博物館 如果台灣的朋友們喜歡波蘭藝術 現在剛好有Yan Matejko的展覽 也可以過去看一下 我覺得Yan Matejko的話真的是很值得去看的 它畫得非常好看 就是一個波蘭經典的藝術 那麼在後面這一棟呢 就是蘇珀赤的賴像博物館 所以如果你們想跟一些明星合照的話 有機會可以在賴像博物館做這件事情 那麼其實我們也有夠幸運 就有遇到一個1989年的Gazeta V Borja的照片展 那我想跟各位台灣的朋友們 分享一些還蠻酷的照片 就是那個時候在波蘭有一個搖滾的一個演唱會 很大型的演唱會 就是一個festival 有很多不同的樂團有參加的 那像這張照片 它就是那個時候 跟他的太太 他們有接受美國大部系總統跟他老婆的一個拜訪 有一張照片我覺得跟每一個台灣人 跟就是在自由世界住的台灣人是有很密切的關係 就是這個 就是在Krakow有一個反抗李鵬 就是那個時候的中國的天安門 就是負責天安門屠殺的那個李鵬 那個人在波蘭1989年 這個就是6月13號 在Krakow有一個很大的反抗運動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一個小男孩 那其實有更多 這種照片有更多 我們再找一下 我們再找一下 對,像這個 那個時候 在華沙也有這種的大型的反抗運動 這個是 1989年6月6號 那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前面 有一個反抗運動 反抗的一個活動 就是有反抗就是天安門屠殺 那在這裡可以看到中國字啊 就是自由和平在中國 那也當然就是有我們的Solidarność Solidarność的一些棋子 所以其實波蘭 我以前在我的直播有提到 波蘭的反抗的一些運動 那我覺得 就是也可以看到 我們不只是關心我們國內發生的事情啊 我們也是 就是對世界發生的事情有非常的關心的 那像這張照片呢 就是在華沙的一個反抗運動 在1989年6月30日 6月30日 我覺得這個展覽還蠻讚的 可以看很多不同的相片 所以我們今天的行程啊 就是有看一些比較娛樂性的東西 比較快樂的 那當然嚴肅的話題要談 那希望今天的一個影片 也會讓各位台灣朋友們 對我們波蘭歷史 跟在波蘭發生的事情 更加的產生興趣 各位台灣朋友們 我們現在到了Sopot這邊的海邊 剛好有一個星巴克 其實你們知道 斯坦很喜歡搜集星巴克的被子 但是昨天在Gdansk 找了半天去了三間不同的星巴克 都找不到Gdansk的被子 那現在在Sopot這邊的海邊 有找到Gdynia Gdynia Gdynia 就是其中一個三聯式的一個城市 的被子 而且是現在全波蘭 好像只剩五個長這樣子的被子 因為這個以後會變成絕版 其實 怎麼講 好像星巴克整個要把Gdansk Sopot跟Gdynia 這三個城市的被子都廢除掉 以後只會有華沙 波蘭 格拉克夫 佛羅斯瓦夫 但是我覺得沒有Gdansk Gdynia 跟Sopot真的很可惜 所以如果大家有收集被子 要趕快來波蘭買 那剛剛也有個小小的禮物 他們有送我這種布袋 我覺得蠻高興的 那剛好也買到一個絕版的被子 所以 算是今年的度假 所有的計畫都有成功的完成 那麼這個很漂亮的建築物 後面就是Sopot的燈塔 跟Mod of Sopotche 就是碼頭 也是非常漂亮風景的地方 我們走過去看一下 希望各位台灣朋友們會喜歡 那麼 如果各位台灣朋友們 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訂閱跟留言喔 我們保持聯絡 掰掰 再 would Ж